还是叶晨与几次清 小黄等人 则是看着夏玄盛 那逐渐离去的背影 久久矗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相距是喜 而离别并不是幽 几次清轻声感叹道 同时目光之中的异彩 也是越来越坚定 他的路便是陪在夜晨身边 与君一同登临天下 平时一向喜爱打闹的小黄 此刻也是陷入了沉默 或许他也要寻找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目送夏玄盛离开之后 几人返回洞府 而任非凡也带来了 有关天雷神风的消息 根据任非凡所说 那一座神风极其的神秘隐蔽 而且随时会变换隐藏地点 流连于虚空深处 极难捕捉踪迹 他去了一趟虚空 并未发现有效的线索 不过却是在一处星空残骸中 捡到了一块碎片 那碎片应该是某块巨石上的 脱落物体 像龟壳那般弯曲坚硬 动用天眼仔细看去 可察觉到其上所密布的雷霆纹路 闪烁着异样的光泽 那龟壳一样的东西 捏在叶辰的手心 颇为柔顺 叶辰则是尝试着 动用轮回血脉 试图将其激活 但是过了好一会儿 这块碎片也没有动静 叶辰只好暂时选择放弃 就在他返回洞府没有多久 就发觉 尸海当中忽然 传出了剧烈的震动 顿时令他全身为之一颤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叶辰连忙下沉意识 观看自己体内的情况 只见到一片滔天景象 极尽闪耀的轮回目的 居然再次开启 而且这一回传出了极大的动静 令他的心神都受到了震荡 轮回目的开启 对于叶辰来说 是喜也是忧 这片墓地里头藏着太多太多 某个领域极致的顶级大佬 只要出了一个 所能传授的武学以及经验 自己需要修行多年 才能够悟出来 但是同时 出来的人不可预估 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阻碍 荒老便是其中之一 当初刚出来的时候 多次想对自己出手 直到知道他和自己的命运 彻底捆绑之后 荒老才放弃对叶辰的想法 转而帮助叶辰 唯有叶辰活着 亦或者更强 他才有离开这地方 获得新生的机会 而这一次 叶辰属实是惊呆了 因为轮回目的之中 同时有五道气息迸发出来 猛烈的飓风 轻狠的大雨 暴躁的雷霆 喷薄的火焰 还有轰天的黄土 这五道气息 仿佛是同时诞生 席卷出来 令叶辰的整个身躯 都受到了莫大的震荡 轮回目的当中 本来如焦土一样的颜色杯 成了五颜六色焦杂 叶辰甚至见到 其中还有莫名的气息 如浪潮那般汹涌而来 这一股强烈的波动 直接轰开了 轮回目的的重重关卡 而叶辰在这其中 感受到了最为强大的气息 便是雷霆之力 那一股雷霆轰然冲动 直奔云霄 再次搅动了 还被平息下来的苍穹 煞时间 雷暴风云呼呼作响 俨然一副毁天灭地的模样 在那诡异非凡的轮回目的当中 他注意到了一道虚影 自那苍穹当中升腾而起 一道人影则是缓缓出现 而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连串古老的信息 化作惊天文字 传入夜沉的脑海当中 原来觉醒的有五道意识 只不过其中有四道 仅仅是觉醒了一丝灵念 产生些许波动 唯有一道 才是真正醒过来 这五道意识 乃是自混沌初开 鸿蒙始源时 便有的 五名大帝伴随着 开天辟地一同诞生 存在的岁月 极其求远 几人分别是 混沌封地 在那个时代 修炼速度和 风系功法和武道 当年传言最强手段 大灭风神术 混沌雨地 主宰水系功法 当年的最强手段 万语化圣 混沌雷地 修炼不朽雷地诀 掌控雷道功法和手段 最强手段 则是五雷灭顶 混沌炎地 火系功法 乃是天地间诞生的 第一丝火焰 凝结而成的 威力十分强大 最强手段 神火大盗 混沌土地 土系功法 主防御 欲为牢不可破 修炼最强的手段 铠甲风暴 这五位大能 当年被誉为混沌武子 又称为混沌武帝 诞生于混沌之中 天赋强劲 性格高冷 对于世俗之念 无欲无求 全心全意追寻 无上无道 正是感受到 叶尘所传出来的雷道气息 武帝当中的混沌雷地 才会苏醒 其余四地 还处于昏睡状态 只是觉醒了某些神念 并未完全地苏醒过来 混沌雷地 整个人笼罩在 雷光当中 充斥着绚丽的雷光 它双目如电 额头上 有一缕雷霆的印记 闪烁着神秘的符文 十分威武害人 是你得到了天雷印记吗 混沌雷地那双眼睛 直通天地 就那般望着叶尘 仿佛整片苍穹的 雷霆微压 都累积过来 释放出无上的威严 她的眼中有一丝不屑 居高临下地 看着叶尘 似乎将其当成仆从 面对她如此 不友好的语气 叶尘则是皱了皱眉 这家伙并没有实体 而是从轮回墓地中 苏醒过来的 哪里来的底气如此嚣张 不过叶尘也习惯了 沉睡在轮回墓地当中的 都是上古时期 威震一方的大佬级人物 想要他们认轮回为主 服从命令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此叶尘并不担忧 他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 来让轮回墓地的大佬们 为自己喝彩 对 是我将你唤醒的 叶尘点点头 而后说道 混沌雷帝听闻此言 顿时有些不悦 我是问天雷印记 是否在你手上 至于是不是你唤醒的我 我并不在意 此时 叶尘的瞳孔也猛地一缩 眼睛微眯 呈现出一个危险的弧度 是我先启动了天雷印记 才唤醒的你不是吗 叶尘的话摆了出来 说得很明显了 如若不是我 恐怕你连被唤醒的机会都没有 混沌雷帝也听出了话外之音 当即冷哼一声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蝼蚁罢了 既然你唤醒了我 那我可以答应替你做一件事 混沌雷帝的性格高傲 而且认同强者 鄙视弱者 实力弱小的人 在他们眼中 是抬不起头的 在那个混沌出生的年代 一切都极为野蛮 那时候的舞者修士 唯有采取最直接的方法 来确定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体现得淋漓尽致 轮回墓地当中 涌动着极为强大的雷霆气息 演化出一片汪洋大海 而混沌雷帝 则是浮于雷霆神海上空 宛若一尊雷电战神 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 我之所以开启天雷印记 便是想找到天雷神风 所以才会将你唤醒 叶晨冷冷说道 对这混沌雷帝 并没有太大的好感 这家伙实在是太自大了 而混沌雷帝也没有将 叶晨放在眼里 若不是混沌雷帝对天雷神山 有执念因果 也不会主动沟通叶晨 他身为混沌武帝之一 经历过了无数的大时代 见证了太多的顶级天骄 叶晨虽身负轮回血脉 拥有无匹的天资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天才 从古至今 修炼速度比他快 修为尽静 比他强盛的天才 也不在少数 叶晨并没有热脸去贴冷屁股 这混沌雷帝虽然神威浩荡 阅历非凡 但叶晨并不需要依靠他 天雷神风 混沌雷帝不禁冷笑一声 你以为凭你一人的力量 就能找到吗 连本帝当年 也寻找了无尽岁月 都没有办法确定 天雷神风的位置 若不是因为你得到了 那一块天雷印记 本帝可没有兴趣 与你合作 什么轮回命运慈悲 在混沌雷帝的眼中看来 都不值一提 叶晨懒得与他多说 打算强行关闭轮回目的 如果放在以前 他是万万不会做出这般举动的 但这混沌雷帝的性格 实在是不讨喜 相比较而言 荒老真是好太多了 他就算是动用 极致轮回的力量 想要将这混沌雷帝 给重新封印回去 混沌雷帝见词 向来淡漠的神情也变了 你想干什么 不依靠我的力量 你是不可能找到 天雷神风的 叶晨抬起眼皮 瞥了瞥 神色无动于衷 他的灵念 已经进入轮回目的当中 在那里有一条河流 正在缓缓流淌 星海之水 带来了勃勃生机 轮回血脉 既能催生无限的生机 也能将其灭绝 在叶晨的操纵之下 那一块位于荒芜深处的墓碑 缓缓地摇晃着 正在被推下去 给本帝助手 混沌雷帝的面色 急剧变化 他的嘴角实是猖狂 因为料想 叶晨会对他 恭恭敬敬 万事听从 但谁想到 这小子的性格 居然如此暴躁 根本就没有所谓 服从权威的念头 叶晨的双眼当中 冒出了浓烈的血色光芒 气海当中的灵气 不断地翻腾 咆哮不息 像是组成了一幅 惊天动地的画面 直冲云霄 浩瀚不停 混沌雷帝这一下 是彻底的慌了 他没想到叶晨 居然将事情 做得如此决绝 而且看他那副模样 是根本不打算停手了 混沌雷帝 虽然身为 混沌武帝之一 但若是没有 特殊的本质力量 也绝技 无法苏醒 所以说这一次的苏醒机会 是数千万年难得一遇的 如果叶晨 强行关闭轮回目的 那他则是要再次 陷入无尽的长眠 等待下一次的苏醒 亦或是永远无法再醒过来 爹 鼻子